好 各位听众及网友大家早安 欢迎收听HeadFM呛新闻 我们今天的节目呢 邀请到的来宾是一位这个 领口长根医院这个泌尿科的主治医师 陈玉陈医师 陈医师早安 主治医师好 各位听众大家早 好 这个陈医师今天来呢 是有很重要的任务 应该是说应该是说 要来告诉我们听众朋友 有很重要的这个卫教的资讯啦 对 我想 无论男生女生 食色性也 所以这个东西跟油盐米饭一样 陈医师你这个口音你是这个 从澳门过来 所以你在台湾已经行医非常久 很久了 来台湾从18岁过来 现在50多 其实已经是等于是这个落地生根了 没有错 只是听这个口音 我想说港仔来的 好的 那我们今天 其实最主要是因为 尤其是这个近年慢性疾病啦 然后包括我们现在 整体寿命延长 所以越来越多的男性 这个所谓有所谓 勃起障碍的这个问题啦 那勃起功能障碍呢 这样的一个状况到底 比如说其实这不是男性 不只是男性会有感 很多的家庭里面的 这个女性朋友也会很有感 所以要怎么样来处理这样的一个 某种程度叫做难言之隐啊 我相信很多的男性听众朋友 可能发现自己好像印不起来的时候 可能会不知道该怎么办 有些又害羞又不敢求医 好这时候我们就要请陈医师告诉我们 是不是就勇敢的讲出来 勇敢的找你 主持人刚刚讲的非常好了 男生行不行 除了男生自己有没有感觉 像女生的感觉更强烈 是 像我们做性医学也知道 很多我们是说做的问卷 很少去给男生 对 也给他的性伴侣一起来填 有时候男生 他自我感觉可能还好 但是女生的感觉是更真实 更确实一点 是 那另外主持人讲到说 现在大部分人 我们说的医疗啦 我们的经济状况啦 我们的健康状况都照顾得很好 所以事实上啊 大部分人都活得比以前大很多 对 但是这个会出了个问题 就变成说你年纪一大 相对来讲 本来就比较会退化 没有错 事实上 勃起功能障碍的原因非常多了 当然第一个就是年纪 是 当然有的人保养的好 他的身体年纪会稍微比较年轻 嗯 但是总是年纪是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危险因子 是 那再来的话就是年纪越来越大 我们说他的供病的机会一定高的 大家知道说像我们说高血压啦 糖尿病啦 高血脂啦等等 造成一些血管破坏的疾病 或说神经破坏的疾病 都会增加 这样这种供病 事实上也会破坏我们的勃起功能 嗯 希望让这个男生感觉不好 是 再说事实上年纪越大 慢性病有很多药物要吃 甚至说失眠要吃药 对 一些药物 好些药物实际上也会影响到 就是说这些是交叉的去作用 对对 再回过头来现在的军训很发达了 不只年轻人喜欢熬夜上网 像很多老人家也好 事实上他也常常连着网路 哦 现在睡眠的状况是比较不好 哦 这种状况的话 事实上也会间接让这个男生 勃起功能不好 对 那一般 原因非常非常多 对一般我们在讲 比如说什么叫勃起功能障碍 勃起功能障碍的定义很简单 我想说这个男生 他的阴经进去女生的阴道 进得去 而且能维持我们说的活塞运动 是 到一直射精为止 是 如果这个过程都是OK 那就没有问题 就说他能够不会软下来 对 那中间任何环节说连进都进不去 那就比较中重度 最近 意思我最近看到一篇报导 说有这个23岁的年轻的男子 说每次呢 只要到了关键时刻 就会软下来 所以这个女朋友就很抱怨 怎么那么年轻 那比如说以台湾来讲 因为你刚刚也提到年纪是一个很关键的因素 那比如说年轻人 一般来讲这个问题应该会比较少 少很多 像我也看到18、9岁的最年轻的 那这个东西有几个可能 第一个就是 现在年轻人的性行为比以前更早一点 他可能更早发现他其实问题 第二个的话年轻人现在隐私习惯跟老一辈 就是可能更不健康 可能油炸的啦 对所以他的血管的老化 比以前的人更提前一点 是 再来的话就是说刚讲过了 现在很多年轻人他的生活 事实上都是熬夜啦 或者说相对 现代人的生活的压力比较大 像比如说这个我有看过一些这个网路上的一些说说 比如说吸烟是有可能会造成 会会会那是要长期间 酗酒等等也会 这些都会造成 所以我想说为什么一个男生的性功能好不好 是个综合表现 如果你的性功能很好 你的身体不会查到哪里去 如果你说你的勃起功能不好 你说你身体多好 总是一定会找出一些 可能你没有发现的一些危险 或者说一些病你可能还不晓得 对那那刚刚这个医师也讲到 就是说如果说不同年龄层的话 那比如说大概大概一般几岁以上 这个耗发的程度就会很明显 大部分是50岁以上 或者说现在我们可以稍微往下一点 40岁以上 慢慢就会高了 以前有一个这个广告 说40岁 又轻手一倍滑掉 对对对对 像以前我们4岁以下的男生 来看密尿科说 薄取功能障碍的话 比例是相对低的 可能不到10% 不过现在是4岁以下的话 像我们专门在长庚有看一些 专门的跟薄取功能相关的门诊 实际上它的比例已经高到15到20% 所以事实上是比10年前 可能已经加一倍有了 有啊差不多只有一倍 哎呦那那这个这个表示说 这个年轻族群的薄取功能障碍的问题 是一个蛮大的一个 这个是一个趋势啊 对 就像除了刚刚讲的一些什么生活习惯啊 我最近看到有一些这个报导是说 跟这个COVID-19有关系 有关系 我们回过头来除了COVID-19 事实上为什么年轻 事实上很多在台湾统计 我们的年轻人糖尿病的比例也比较早 对 以前可能50岁之后有糖尿病 对 现在很多30-40岁之后 也是原因 加上高血脂啊 现在胖胖的男生也越来越多 对 那主持人刚刚讲的COVID-19会不会 会的 事实上这两三年我们陆陆续续 从我们的临床发现 国内外的文献的报告 事实上发现 COVID-19这个病毒 我们应该算是 它刚开始可能是针对我们的腹吸道 对 但是算是个全身性的疾病 嗯 事实上在命尿科里面也发现说 它会到哪里 它会破坏我们的骨盘腔的血管 是 或进去阴晶的血管 是 我们知道说 一个阴晶本来就是这个血管的器官 对 它跟冲血是非常有关系的 对对对 就是勃起跟这个冲血是 是是是 直接相关 对 所以它的血管破坏 当然勃起可能不好 再来我们知道说 他新冠会破坏我们的肺部 是 现在让这个男生长时间 白天晚上的带氧量不足 嗯 所以它的夜间 层间勃起会减少 哦 当然它勃起可能受影响 是 再来也确实说 COVID-19这个病毒 对 会侵入男生的睾丸 哦 哦 造成睾丸的破坏 哦 所以不只造成说受孕的问题 事实上睾丸破坏 它造成我们说 生产的男性荷尔蒙会降低 哦 当然也是间接造成 勃起可能的障碍 了解 是多原因的 所以 所以像比如说 这个陈医师 你有碰过很多 这种所谓的 确诊后 有这个勃起功能障碍 来去求助的吗 呃 前一两年的话 相对比较少一点点 那时候年轻人 可能感染机会比较少 对 事实上从今年啊 我们说的五六月份开始 对 陆陆续续 感染人比较多之后 事实上这三个月来 我们发现 年轻男生 啊 因为COVID-19的感染 造成他 哎 后续两三个月之后 他复原之后 开始想要有幸福的时候 他发现慢慢不行 是 再来救一 比例越来高 好 陈医师我们先进段广告 广告回来 我们再继续聊 好 那我等一下 呃 我们就来聊一下 比如说像 嗯 像COVID-19这种的 好 那像 一般的 在治疗上面会有什么样的差别 好 然后我们再回过来 聊一下说这个定义 要怎么去定义 比如说 哎 要怎么去诊断 你比如说 银床上你们是怎么样来判断 这样子 嘿 说明的播报是全省的全台湾全台湾都有 好欢迎回到我们呛新闻的现场 今天我们的来宾呢 是领口长庚医院的呃 泌尿科主治医师 陈玉陈医师哦 呃 医师我们刚刚聊到这个COVID-19 会对这个男性的勃起功能障碍 造成一定的影响 是的 那呃 这一块哦 如果 如果我们我们这样问哦 就是说 一般的勃起功能障碍的治疗跟 像COVID-19 你现在你说最近这个几个月 有开始有大量的这个病例增加了 是 那像 又一模一样的方式来治疗吗 呃 有点像 但是我想说 因为相对来说 这些男生相对反而比较年轻一点 嗯 因为我们知道说呃 领老他可能本来就有点勃起功能障碍 是 哦 就算他感染之后 他性行为频率本来就比较低 对 他可能不一定说马上就发现 可能跟这个疾病有关系 嗯 大年轻人他哎 原来明显就很 原本没有 哦 他很明显就是感染之后 嗯 当他在复原之后 哦 他感觉真的不行 他来就医 对 所以这种男生的话 是像对他心里的那种 打击会更大 对对对对 因为我才年纪轻轻 怎么就不行了 对对对对对 所以一般来说 我们相对来说治疗要 对他来说 可能会更积极一点 哦 哦 虽然治疗的手段是大致相同 对 但是一般来说 我们是可能会让他啊 啊跟他谈论以后啊 可能会用更积极的方法 我们说用阴筋复健的关系 是 哎这什么什么叫阴筋复健 啊 实际上我们知道说啊 一个骨折病人 或运动受伤的病人 或关节受伤啊 他可能复健科骨科 帮他做复健 对 让他的功能 恢复到原来一样 是 那么说阴筋复健是一样啊 他本来很好的 嗯 现在某一个突发性的事件 让他病人比较不好 是 包括手术后的后遗症啊 嗯 或者说这次我们讲了 Kelitin 对 感染之后的后遗症啊 这个东西让他 某个药物或某一种的建议 对 让他尽快恢复到一个 原来应该有的一个功能 嗯 这样我们就叫做复健 那方法很多了哈 当然呃 就像我们勃起功能障碍哈 低线治疗相对简单 啊 还是药物的治疗 是 当然一些不好的生活习惯 我们会跟别人讲说 还是要把它戒掉 对 包括熬夜啦 抽烟啦 酗酒啦 是 啊 等等啊 甚至吸毒品也会造成影响 对 那再来的话就是啊 看看他有些 有没有一些慢性疾病 啊 能不能改正的啊 有没有现在吃的药物 能不能有妨碍的 先停掉 是 那再来就是最有效 就是马上给他药物 嗯 那药物很多了哈 包括在台湾 现在有四种专门治疗 啊 薄疾功能的药物 现在都可以使用 是 啊 所以就是 就是只要今天是找医师开的药 对 那个基本上都可以治疗 这种所谓的薄疾功能 对 障碍的问题 大家相对这种药物 有没有一些不一样 还是有的哈 那 有 其中三种或四种 他们我们叫on demand on demand 意思说 有需要就给 哦 啊 这种相对来说 就比较被动一点的治疗方式 是 说不定这个男生 可能这两三个月 或者说不一定有女朋友 或女朋友或太太不一定配合他 对 所以他就用不到 他说不定是机会就很少 就把让整个治疗的疗程会拖得更长 是 那相对来说 啊 也可以用我们说每日给他药物啊 每日给他药物 事实上他有几个好处 第一个 就算他没有性行为啊 没有女朋友 对啊 只要他每天吃这个药 他会感觉说 哎 他的半夜或曾经勃起 明显会变好 哦 就让他的类似血液循环 对 可以让他比较通顺就对了 事实上我们说 哎 男生为什么晚上有个叫夜间勃起 前面勃起 好 事实上是自我训练 嗯 好 事实上让 呃 就算你在长期间没有做爱的过程中 好 通过这个夜间勃起 把 很好的带氧的 啊 血液进去你的阴间 让它灌进去 事实上让 阴间的海绵体细胞 会更健康一点 可是像 比如说 如果 因为我们睡着了 我们怎么知道他有没有勃起 哦 在医学上我们有很多从早期说贴邮票试验 哦 哦 把个邮票放在阴间 哦 他晚上自然勃起的话 邮票掉下来啊 哦 或者说 位置跑掉了 哦 那这个比较不准 因为有时候他会翻身 是是是 那再来我们 哎 后来会有个叫了电图 哦 就睡觉套在他的阴间上 哦 那记录说一个晚上 他自然勃起几次 所以这个 每次时间多久 这个就要找专业医师 才有办法 不过现在相对做的比较少 事实上啊 很常见 事实上我们 请男生 他半夜起来 聊聊的时候 或早上 第七 聊聊的时候 他也没有那种 勃起的感觉 哦 就是 就是至少 而且半硬半软 那种感觉 哦 所以至少 一大早起来的 那个感受 对对对对 哦 我们又回到一个很好笑的笑话 有时候一些太太说 巴胭先生说 把把那个我们说的料料 啊 料病子 喷到到处 对对对对 这很多时候代表他的先生 男朋友是健康的 哦 因为他无法控制 他早上起来的话 有点半硬半软 他其实没办法设得很准 是是是 有时候都会喷到旁边去 没有办法靠自己 对对对 哦 一个可以 这些都是很好的观察的现象 哦 了解 没有的话事实上是好事 对 那当然每天 所以这个陈医师刚刚提到说 用这种每日服药 反而是 就是说可以让他 即便没有性行为 他也能够去训练 对对 训练的勃起的话 而且让他比较有信心 那像那像这样的药物哦 就是说你们在临床上开药 你们就是用什么样的方式 判断说 哎 什么样的 什么样的病患 比较适合用这样的药 一般来说 当然啊 最常用 事实上我们可以给他 有性行为再用 对比是一些 性行为频率比较不高的 对 那其他的话就是说 如果他性行为频率很高 那当然两个方式都可以 我们可以 有需要 就是平日让他吃每日服的 需要的时候再加强 可以可以这样吗 会不会太强 不会不会 其实上大部分人每天服的话 呃 不是到重重度的话 事实上也不需要到临时再吃一刻 他就已经很好了 是啊 每天服有几个好处 刚刚讲的 对 晨间夜间薄切会比较明显 是 这是其他我们说 需求前在吃达不到的 对 另外一个的话 事实上他比较不会有时间压力 哦 哦 首先可能呃 朋友有时候聊天都知道了 有时候你吃了个药 不同药 可能有最少要等半小时 哦 但是有的时候有的人就是不能等 哦 哈哈 随时呃 提枪上阵 随时上阵 那如果你的性行为是一个礼拜 超过两次或两次以上的话 对 那有时候常常是不想拥有这时间压力的话 每天吃有他这方面好处 再说如果像相对中老年人 对啊 每天吃这个药物 也相对来说 也有对食物性肥大 排料的障碍牺牲有帮忙 哦 等于一举三得 哦 对其他薄器困难障碍 曾经薄器 对他的小便的畅顺度 多有点帮忙 哦 那这个感觉起来是 我们也该去这个 找陈医师这个开个药来吃 哈哈 年轻 呃 我们主持人很年轻 没有没有 不然终于一天等到你 我已经快要到50岁了 哈哈哈 OK 那当然这个 我们就回到说 到底什么样的 比如说 除了这种所谓的陈薄的判断以外 哦 那呃一般我们要怎么去整整断自己的这个 有没有这个薄器功能障碍 啊 刚才我们有个定义了 嗯 就是说呃 偶尔一两次不行 我们也不会马上把它定义成布局 对啊 因为有的人男生有时候心理压力太大了 啊 或者工作压力太大了 啊 或者说跟太太伴侣的关系不好 嗯 偶尔表现不好 我想是正常的 是 那其他话就是说 哎 他大部分时间啊 十次里面超过三次 甚至五次以下都不行 那你就要高度怀疑 积极有薄器功能障碍 嗯 啊 就要就医了 所以像我其实呃 如果说今天比如说有一个 他不确定自己有没有这样的状况 然后来找医师哦 对 你会给他什么样建议说 哎 什么样来评估 第一个医生会做几个评估了 嗯 第一个看看他有没有一些慢性的公病 是 年纪 跟他的性伴侣的关系 嗯 嗯 再来看看一些药物有没有受到影响 嗯 有不好的生活习惯 我刚讲的抽烟酗酒啦 对 荷叶等等 压力等等 这次都排除之后能改善我们先帮他改善 是 再不行的话就是我们会帮他抽些血 嗯 看看他有没有没有发现的疾病 包括胆固醇过高啦 是 或者说家族史有糖尿病 对 他其实不一定不晓得 是 我们常常发现很多不知道的 记忆有糖尿病的啊 好 那医师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回来再聊什么是哪些人是这个勃及功能障碍的高危险群 OK 好 那我们等一下就从 比如说肥胖也会是对不对 是 会的 那我那我真的快要到高危险群了 不会啊 哈哈哈 BMI多长起来 BMI多长 我应该有快30 快30 哈哈哈 绝对绝对不健康 还是像慢跑这种运动基本上还是对 就是说这种有氧的运动对这个 会有帮忙 一般我们希望说那种运动会感觉会喘 心跳加快这种才有效 嗯 才运 呃训练到我们的 呃血管 是 但是现在新的观念是你不能 呃 呃 运动过量 哦 用过量发挥是 对勃起是不好的 欸为什么 这样适当运动就可以了 所以就是就是比如说频率 一个礼拜可能两三次一次三次运动 呃我们说过量意思是说你会让自己太疲倦 哦 太疲倦你的心意会下降 哦 另外是说你过度运动 是像你消耗的蓝线荷蒙 高股通会过多 哦 所以反而造成的高股通不住 就 就是不要每天去跑马拉松就对了 呃 哈哈哈 事实上每天跑应该会有点影响 哈哈哈 一般我们说 呃无论吃东西也好 运动也好 呃 就是适量就好了 适量最好 是呀 因为你不是为了当运动也 哈哈哈 好那等一下我们就从这个 高危险去 好欢迎回到我们呛新闻的现场 今天的来宾是领口肠根医院 泌尿科的组织医师 陈玉陈医师 好我们刚刚聊到这个 勃起功能障碍的高风险族群啊 是 对我就跟陈医师说 我这个又快要到五十岁了 然后呢 又有点肥胖哦 然后呢 这个可能这个运动又不足哦 嗯 这就是高风险 对算是高风险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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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讲不下去了 没有不会不会不会 我我 幸好我今天就碰到陈医师了 哈哈哈 不用去挂号 哎陈医师这个我我相信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 他们呃不敢去挂号 或者说不敢去求助 就是即便碰到这个状况 他可能就隐忍 或者说也许就因此哦 这个家庭生活这个就更不美满 就是他就装作没发生 也不想要去解决 那该怎么办 这个状况现在已经减少很多了 从十多年前很多男生 实际上我们看那个病人 他开始发病 在就医就知道说 哎他因为是怕看医生 对 脱太久 对 早期我们还十多年前 看到很多病人 已经五年十年不举才来看的 甚至已经太太跑掉才来看的 哦 哦 但现在反而比较少了 是 像我们台湾男性学医学会 这十多年来的推广 嗯 微教 实际上也让病人知道说 这个不是说不能起始的事情 对 而且这个是很常见的疾病 而且这个疾病 实际上是一个身体状况的综合表现 嗯 早点就医 实际上不止治疗的勃起的问题 哦 实际上你没有发现的疾病 或者说你已经有了疾病 他知道怎么害处 哦 你现在慢慢感觉说 你应该更积极的治疗 对 这样对整体的健康才是好的 所以呃 这个像有 我们再重复一遍 就是说有哪些慢性病 哪些性这个特别的这个状况 是很有可能会连带引起这个 对 薄习功能障碍 啊 实际上我们知道说 第一个啊 里面一些像高血压啦 嗯 高血脂啦 特别像糖尿病 是啊 糖尿病实际上我们知道说 如果你已经发现糖尿病 你 呃 没有很好的控制 是 平均五年 就不举就跑出来 哦 就算你控制的非常好 平均十年 百分之八九成 还是会 还是会出来 哦 所以它的破坏比较大的 是 再来如果你有一些不好的生活习惯 你刚讲的 对 抽烟啊 熬夜啦 熬夜啦 酗酒啦 等等 或者说一些工作压力 你没办法释放 对哦 实际上这些都是不好的一些危险因子 是 所以所以其实你刚刚有提到 就是说压力的部分哦 嗯 有些不见得是这个劳累 对 而是心理压力的 啊 我们说心心的疾病会造成身体的疾病 心理影响生理 那个会互相影响 嗯 哦 所以就算是心理的问题 事实上你早起早一点介入治疗 事实上它复原最快的 对 哦 对药物的反应最好 而且事实上百分之九十以上都可以根治 嗯 哦 因为药物给你 啊 你已经 像这个心理影响蛮大的 我们知道说这个心理影响 可能可能一开始压力 压力造成的反省不举 这个不举让他没有信心 是 他更不敢做 他怕失败 哦 那事实上经过很好的治疗 他对药物的反应很好 他信心就回来 对 哦 回来之后 事实上 反过来说 只要他原来的压力 哦 的点找出来 他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事实上他等于是根子 对 哦 就不会说 哎 长时间施药也不需要 是 那当然这个 我很 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会很好奇 我就是说 到底要怎么治疗 因为我们前面有讲到所谓的复健的概念嘛 嗯 那治疗除了药物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方式 还是有的 嗯 啊 除了给他药物之外 我们一般来说建议病呃 病人之说 哎 你先看看你的药物 对 给医生看一下 是 有没有影响到薄起的药物 嗯 哦 就是平常慢性病吃的药物 对对对对对 那医生当然已经知道说 哎 你有什么慢性病 或者说你自己不晓得 啊 就医之后我们帮你发现 嗯 那再来的话就是建议你不能性行为太少 嗯 好 我们是说用尽废退 好 像跟我们的身体的肌肉是一样的 一个男生如果长时间 没有性行为 没有薄起这个反应 身体会觉得说哎 他可能不需要 就习惯就好了 哎 蛮需要的话身体产生男性荷蒙会越来越低 他的欲望会更低 变成个恶性循环 是 那所以我们说适当的性行为 对这个男生的身体健康是很重要 那他如果他如果没有对象的话 就是用所谓的自慰的方式 自慰方式是OK的哈 算你用一些媒介的问题哈 是 说你看看APN也好等等哈 好 所以就是刚刚讲到说 如果就是呃 有一些这种所谓的 他没有对象 那我们就是用所谓自慰的方式 是是是是是 所以总之要常用就对了 呃就是用尽非退 好有机会还是要用哈 嗯 那实际上我们遇到说 哎有的男生 实际上长时间不行 他真的越来越不行 嗯 只要点火之后 他一一开始会真的不拒 嗯 点火 慢慢恢复心心就好了哈 是 那其他话就是主持人刚讲的 运动很重要 对啊 好是说我们说运动本身会让我们的心血管会更健康 嗯啊 像我们说阴晶本身就一个血管的器官 对啊 现在你血管的状况好 当然你不会插到哪里去 是那当然这个除了呃刚刚讲的药物啦 这种所谓的呃运动啦 这种所谓你有没有比如说可能一般要什么呃植入什么手术啦 或是什么样的方式啊 当然我们治疗薄习惯的障碍的方式很多了哈 现在大部分药物大概平均八成都会有效嗯 哦 所以实际上我们第一线的还是用药物治疗为主 所以除了是非常严重 对 药物没有办法他才会用到更更更严重的哈 第一我们说第一线治疗就药物啊 生活习惯的改变对哈 一些慢性疾病的很好的治疗等等哈 那如果还是没有效我们会进入我们说的二线治疗 哦 二线治疗包括我们说的负压做薄器 是 哦 我们说阴晶海绵体的药物注射啊 哦 甚至我们现在有个叫阴晶的低能量增波 是 这是很好的选择 是 那如果连第二线都没有效 是 那我们会落到最后一线我们在第三线 第三线我们就是手术治疗 哦 手术治疗包括我们可以装员工阴晶啦 对对对 或者说一些如果是血管的毛病 嗯 啊 我们可以用通血管的方式 啊 或说一些血管因为外伤的破坏 重接血管的方式 所以 所以绝大部分的这个薄器功能的这个障碍都可以用药物来解决就对了 可以没问题的 嗯 所以呃 所以如果今天是这样哦 那像药物的部分哦 嗯 因为你刚刚这个我前面很运气 呃 陈医师也有提到 嗯 哎 药物有不同的这个功能性嘛 有一些是这个需要的时候就服用 有一些是呃现在有这种所谓的每天可以服用可以当作是一个等于是呃呃呃这个叫没事没事吃也没关系的这样子哦就每天吃都会让等于说是训练的这个血管的这个循环 对事实上有文献报告说呃也当这个血管保养嗯就算现在从十几二十年前有一些官邮的人是常去吃个克阿斯匹林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预防说呃很多的疾病慢性病都有一些预防作用 是呃是呃当然这个东西还是要跟医生呃谈论一下是啊实际上你适不适合用这个方式啊如果你没病要吃个药我想还是比较谨慎一点点因为这个会不会也要跟这个其他的比如说慢性病的药物去做考量 有有有这类我们说对博取功能障碍的疾病很多时候呃像一些硝酸眼泪的药物是不能合并使用哦如果这个病人常有时候他会有时候我们说冠心疾病是啊我们说呃心脏血管有堵塞嗯他很多心脏内可以说开一些寒的对 下定甚至每天吃的是就让他的血管有扩张作用是这类药物跟我们说博取功能的药物很多时候有副副动就会有副作用哎 对就互相产生一些血压可能很低哦啊甚至造成了我们说休克的状况是啊所以事实上啊还是要医生做诊断诊断觉得你的身体状况是不是身体状况也是很重要所以这个等于是要把整个尤其某种程度你算是命药科你也要去了解说呃这个每一个病患他平常服药的习惯这你都要去了解哦事实上我们要评估这个病人哎他的性行为消耗的氧气的 容量他身体状况能不能承受得起哦是好那个陈医师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我们继续聊 那等一下我们就来聊一下就是说市面上很多这种标榜壮扬的啊或什么的那就是说从你们这个医师的角度嗯很多偏方嘛明天有很多偏方嘛那你觉得还是得要找找医师求助比较还是怎么样呢 对然后该怎么去取得这正确的用效这样子嘿 好欢迎回到我们呛新闻的现场哦这个我们今天来宾是领口长根医院泌尿科的主治医师陈玉成医师呃我们刚刚聊到就是说呃现在有这种所谓的每天服用的这种所谓的呃治疗勃起功能障碍的的一个药物哦 嗯那每天服用的他会不会有这种所谓副作用啊实际上他负重更少一点哦 那大家知道说呃药物的负重跟我们说剂量有关系是啊剂量越高当然相对的负重比较高一点 嗯他虽然是每天使用但是他的每天使用的DOS我们说剂量是一般我们说呃on demand 就是说需求前使用的话只有他的四分一是最多到二分一嗯所以他相对来说是负重会更少一点是可是呃像比如说呃哪些人 会不会比如说他的负重会比较明显嗯有没有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状况比如说有他有什么慢性病啊或者说呃他有他有什么样状况 还是说一般都大概都是这类药物一般都会有一些呃复作用啊但是一般都是呃轻微的啊或者说相对来说短暂的啊是啊药效大概四到六个小时啊对药物的药效排除之后他慢慢的减少啊是比较常见包括可能会有点我们说的鼻塞嗯啊或说会感觉心跳快一点点啊会感觉脸会有点潮红啊 会有一些背部的肌肉疼痛这感觉是有点这个这是血液循环的一个是一个状态的感觉啊对因为这个药哎主持人很专业啊 因为这类药物都有会造成我们说的墨软墨烧循环变好哦哦哦所以为什么他感觉脸红红是比赛比赛好墨烧循环比较好那他体温会体温会上升吗呃体温理乱理论上不会啊但是他吃了这个药有时候就为了性行为啊他多少会接受一些性的气质是当然他会感觉体温自己觉得热自己感觉热量起来不定体温高哈哈哈OK好那像比如说像这样的 一个药物哦比如说你刚才要每天吃但是哎如果以一个疗程大概要吃多久一般来说也不约到多久了哈实际上国外的文献报告跟我们很多老病人使用都五年十年都有了嗯相对来说算是安全哦你说有有有有也有这样病患就是一直吃天天吃吃个五年因为这个药他在我们的微服部他同时也有国外是一样有治疗我们所谓的受限肥大是合并的下面的到症状哈这个indication是 所以事实上啊这种会长期吃大部分都是他可能有受限问题又薄洗的问题是他吃个药久迟两个问题相对来说也比较划算对简单所以这等于就是一个类似慢性病的一个用药如果单纯为了薄洗功能障碍的话一般来说啊一般我们会建议病人可以吃个三个月以上哦就先吃三个月然后看看有没有改善对改善就可以停药对可以没有没有改善就继续吃还是可以的 是所以呃像像比如说我觉得呃你自己在临床上比如说有没有哪些这个呃对这样的用药他有没有怎么样的排斥啊或是说呃他会觉得不方便会不会有这样的状况啊当然很少部分可能不到百分之一或到二嗯好因为药物的负重造成说他觉得说不适合吃啊这比例是很低的啊 那大部分是长时间不会吃可能这是药物的价格问题哦哦哦哦哦哦哦因为这类药物现在暂时我们在我们的健保是没有给付的哦哦哦哦哦哦所以还是要自费就对啊还需要病人自费啊相对来说啊啊每个人的经济状况是不一样的是哦那有的人对他来说是不会造成负担他当然可以长时间吃是哦有的相对来说觉得负担比较重啊可能会变成顿顿须须的吃嗯哦说他感觉比较好一点就比较提前停药 所以这个就还是要看这个个人的每个病患的状况当然也跟病人本身的疾病的严重度还是有点关系是当然我我相信我会会决定要到医院去求助医师的通常都不会在意花多少钱啊啊啊大部分是了哈但是如果这个发费是比较长时间当然呃还是会想一下是那他来看代表说已经这个病对他造成困扰是因为像是坊间也有非常多是 就是宣称可以壮阳啦或是什么什么各式各样的这种所谓的健康食品也好或是呃呃说是什么药啦嗯其实有很多那这个陈医师你要不要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真的这个如果没有去求医一般坊间的真的有用吗啊实际上以我们台湾卫福部啊我们的规范对啊理论上任何有治疗作用的药物都是不能广告对对对对对 所以像我们现在谈问我们也不能讲到药名的意思没有没有说对对所以代表说呃只要你从广告里面看到的药物哈大部分实际上卫福部他的治疗效果是没有得到他的我们说的呃疗效疗效没有得到卫福部的认可对就是说如果今天要要要要去买药还是得要投从这个医院或者说药局对这样的一个管道对对对对所以所以 现在房间问题是看起来要那种所谓壮阳的这种系列的感觉是当然事实上啊我们算从很多我们从网路上也好啊或电台广告也好可能有些要标榜说哎可以治疗薄习功能障碍只要他说能治疗那些大部分呃我们是建议病人不要轻易的尝试嗯啊第一个有两个问题啊第一个啊你的薄习功能障碍我们刚回到最原始嗯他可能你是身体健康的综合病人 是你还是要找出状况是出在哪里问题啊不是说呃不断的吃颗药嗯啊这啊你就依赖这个药物啊就算他有效嗯啊也会造成长时间使用还是有可能你不知道的副作用是第二个你从呃不明渠道取得的药物对啊你不知道他的成分是什么啊可能有很多对身体不好的成分你一起吃下去嗯啊特别是一些尾药对啊你运气好可以吃到一颗很干净的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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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但像這一類的病患 其實它本來波及功能障礙 應該沒有那麼嚴重就對了 也不一定 大部分對安慰劑有效的 會大部分都是比較輕度的 就是中重度其實不太可能 用這種方法 所以這個我們還是要呼籲 這個聽眾朋友 如果你真的碰到有這個波及功能障礙的話 還是得要求醫有 直接尋求這個正當的管道 才能夠找到正確的治療方式 再說現在在台灣我們說 就醫的那種 很方便 總有半小時內找得到 醫院的地方 還是做一個比較 詳細的檢查 找出問題比較重要 所以像比如說這個陳醫師 你自己覺得比如說像這樣子 勃起功能障礙的比率 因為其實是逐年攀升 對於像你比如說對於我們現在 整個國家少子的話你認為 這兩個是有關聯的嗎 可能還不至於 當然有些間接關係 主持人點到個point 就是我們小指化原因很多 大概大部分還是晚婚 當然晚婚它相對博取功能 它慢慢進去 它這個就是比較 就是不取得高風險群 高風險群 相對來說但是我想 主要還是晚婚的原因 是是是那今天其實是很感謝 這個陳醫師來分享了很多 有關於這個勃起功能障礙 這個用藥的那最後你提醒一下 這個聽眾朋友就是該怎麼樣 這個就有勃起功能障礙 該怎麼樣尋求治療 對我想勃起功能障礙 不是一個見不得光的病 事實上是很常見的 事實上就是跟受限肥大一樣 年紀到了 泌尿科醫師總有一天等到你 所以不需要忌諱就醫了 他第一個跟年紀有關係 第二個跟你年紀慢慢大 而且慢性病有關係 跟你的生活壓力有關係 跟你一些不好的習慣 抽冤酗酒盡量還是戒掉 都是有關係 那當然如果萬一發生 可能還是找醫師 做一個詳細的檢查 找出原因還有原因 像我們的門診常常找出一些 他不知道自己有糖尿病 對我們把它發現了 他不知道自己的血壓高 他不知道他膽固醇高 等等事實上 解決underline的問題 才會解決整個的問題 好那我們今天非常感謝陳醫師 那我們這個節目就下次再見了 拜拜